這真的是不容易 首先要再次恭喜 唐子姐昨天出道30週年 謝謝娇哥 恭喜恭喜 是的 台北熊啊 但是年輕人 沒辦法大家 大家應該要回歸一個熱烈的獎聲 謝謝主持人 謝謝媒體 也謝謝很多的貴賓 還有贊助 非常有眼光的贊助廠商們 大同氣泥窗 對對對 對啊 謝謝 主要的贊助 這個冠名贊助 謝謝 謝謝 然後事實上呢 這個我的心情 我發現異常的憑靜 昨天就是 因為本來是今天Live嘛 廣播 然後昨天去 我就說 昨天剛好是我1990年 11月23號發第一張專輯 所以昨天是整整出道30週年 但心情就是異樣的憑靜 可能就因為看了金馬獎之後 就發現出發眼影更厲害 所以我們呢 就是這個難忘其向背 但是我們還是要努力前行啊 真的 所以30年才辦小巨 那算什麼 人家 81歲才拿金馬獎 對不對 我們都還有很多努力空間 對對對 我們要繼續努力 好 但是我還是很好奇想知道 為什麼會等到30週年的 隔年31年才辦這個大型的 因為過去你有太多 隔太多成功的辦例了 包括TICC 為什麼等到Juq有什麼原因嗎 其實在8年前 那時候上面公司老闆就問我說 要不要唱小巨蛋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心裡就一直覺得 我覺得累積的不夠 所以我自己就說先不要 然後呢 這個就 這些年累積的 從Legacy TICC 然後我11月28要去唱北流 我覺得等於一步一步 好像在收集那個印章 我覺得一步一腳印 然後在這麼多的演唱裡面 還有包括馬來西亞的演唱會 我覺得我發現一些問題 其實不只是自己的狀態 還有你更了解 怎麼去樂隊的聲音 在你的earball裡面 該怎麼樣大小 我一直 可以說現在在尋找完美的那個標杆 就還在進步 趨近於 現在已經了解了 然後也找到最完美的一個團隊 了解 所以我覺得這樣登上小巨蛋 才不會浪費大家的票錢 也不會浪費這麼好的場地 感動 以前看過哪些事 你覺得是浪費你的錢 沒有 以前又沒有花錢 你覺得 對啊 我們都說在 未明期啊 不過陶姐 你就是 就叫暗部就辦的意思 對對對 一步一腳印 然後 我還記得 因為我的老闆 葛姐今天有來 其實 你想Legacy 對我們的大老闆 葛峰小姐來說 那個是多麼小的一個場地 他還陪我去 然後要開場前 他還帶我說 要不要吃一點東西 結果呢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這麼緊張 我吃完東西 我只吃一點點 然後我就跟葛姐走在一個小暗巷 因為從那個 送菸出來 經過一個暗巷 才到Legacy後台 然後我就走著走 葛姐在我旁邊 然後我就跟葛姐聊天 故作輕鬆 我就突然講一講 我就這樣 嗯 我就反胃了 你知道嗎 然後葛姐 你知道 我從來沒看到他 伸手那麼矯健 他就這樣 哎呦 我以為他是伸手去接 沒有 他是哎呦躲開的 而且 我也嚇到 跟你想說 為什麼 我那時候也才知道 原來我的壓力這麼大 還是會緊張的 那個時候 我給自己壓力這麼大 所以我覺得一步一步調 調到現在其實 每一場都有不同的狀況 所以你慢慢就可以去 把細節都控制好 明白 您剛說華山是指 那個legacy是華山 對對對 華山的啦 對 不是 在那個 松菸 松菸legacy 旁邊有一個legacy啊 沒有 松菸的legacy 華山 那是華山 桃子也說有就有 我管他的 反正現在就是松菸 華山啦 乖 不是 那你從松菸走到華山一起 但我是拜登嗎 我要去美國總統 你可以 你太有資格了 你從松菸走到legacy 有多遠 你知道嗎 Sorry sorry 沒事沒事 我也怕我記錯 沒事沒事 好 好 好了 桃生 謝謝陳甜根 謝謝 然後影片說明 好 那重點就是在這裡 就是說一步一腳一走到這一邊 終於從幾百人 幾千人 包括愛知日常的北流 然後到小巨蛋 對 那會有什麼準備嗎 因為大家都會想像 在這麼大的場地 然後萬人 然後你會有什麼 什麼創意或者什麼 可以先透露一點 其實先從自己的狀態 那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從這個很久以前就開始做一些運動 那後來就發現做錯了運動 那這個 這個抽煙的血半年就是我做了重訓 但事實上人家說如果你要唱歌不能做重訓 你要做優養 因為重訓都在憋氣 然後還有一些肢體的訓練 然後又長達大概半年以上肢體訓練 我就非常這個 知道說自己不應該跳舞 所以 這真的是 真的一路在尋尋秘密 你會吧 我覺得還是會安排 沒事沒事 有家會真的不一定非要跳舞 對對對 我看了 近期的話 譬如說 田富貞 他就是開開心心的 然後像仙女一樣唱歌也可以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個很多形式 而且歌太多了 現在都還在選 那那比如說像嘉賓這些 因為您的人脈哇 30年密密麻麻的 這個有沒有什麼 可以稍微先預告的一些驚喜啊 或者是 我有在想 到底是男來賓好 還是女來賓好 對 那都來一個啊 反正 都來一個嗎 30年 我一共大概有7、8個 所以我就在想說怎麼上 你有7、8個演唱會 你是在跨年演唱會在唱 就你常常有7、8個演唱會 一直輪流上 對對對 很酷耶 平板上演 真的是 然後平板上演 對 中間還可以抽獎 所以事實上 我就覺得 這個也是蠻頭痛的一件事情 因為不同的來賓有不同的意義 太棒 所以大陸氣密窗真的太有眼光了 這應該是他們第一次在做演唱會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對不對 希望有第二次 我會好好努力的 但是真的很恭喜桃子姐 尤其這一陣子 大家也看他不斷不斷的 在創新 像斜槓斜槓再斜槓 像你之前出小說 然後你今年做YouTuber 等等 還有什麼創新的事情在等著你 或是你心中的目標計畫 我覺得如果公蛋的話 其實下一部的 你認為應該是什麼 小哥 你再約 應該是要出一個 比如說紀念單曲 去符合這個演唱會的主題嗎 也可以也可以 對不對 有嗎 我盡量 有想過嗎 有啊 我找了很多新一輩的音樂人 一定有的 對 然後大家都面有難色 然後有些都不會變化 那所以就再看看 算了 我們還是找陳詩 然後其實我認為 我自己想 我在猜你應該會問這題 所以我在家裡想了好幾天 小巨蛋的下一部會是什麼 我覺得是 把小巨蛋當成例行 這才是一個專業歌手 應該有的表現 比如說兩年三年 我以為每年都可以來一下 大同氣壁瘡 你們口袋有多深 我永遠需要你 你是說你要把它當年度 立行性公式 這樣子繼續唱下去 希望啦 很好很好 因為就是 它可以有不同主題的表演 當然 就很好玩 對 但是你剛剛其實問我一個問題 說為什麼今年才會 大小巨蛋 因為我好不容易排隊排到了 其實當然排不到了 是是是 然後因為我疫情的印象 照理說應該在今年39年的 2020年半嘛 對對對 就會去變成下一個30年的開始 對 也挺好的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多多的關注 那今天 既然你剛剛講新世代 真的有新世代 真的有新世代音樂人 這樣子面有難色嗎 你是講開玩笑的嗎 面有難色 就是他們想要寫什麼給我啦 誰啊 誰這麼給我 我要了蠻多人了 像比如說 呂士軒啊 高爾軒啊 不用講出來嗎 不用講嗎 他們不是面有難色 他們是OK的名單 沒回電話的我就不講了 沒有啦 開玩笑 好我們接下來要跟您報告一下 今天水龍在場好玩了 除了我的贊助相夥伴 像 上次你在PC後 唱一段Jazz的主曲也是很特別 對 然後你看他其實也可以唱一場 像Ella秀那種說說唱唱 這個陶金陶子姐絕對也是可以辦的 以後就每年一場 就是陶子的目標 你真的很有靈感 對不對 你知道我們想過頭 是為什麼嗎 因為名字都被Ella用掉了 萬芳用掉了什麼 我們真的是 真的不騙你開會第一次一講完 然後第二天萬芳用 然後再開一次會 本來他叫陶子秀 對然後後來Ella就 然後就在開會 所以就突然出現一個什麼Moment Moment Moment Moment就是woman 然後倒過來 W變成M M 然後也是Momo Momo Man的意思 Momo就是桃子 Momo 可以幹嘛 我這邊有一個 喔 稍微唱 明天家的第一桌子是M1B 謝謝 然後其實就是 可以說現在的性別 已經沒有一個 一定要原來的兩性的道理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跨性別 然後再來Moment 其實我一直想到一句副歌就是 Moment moment more than a woman 對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是超人 就是你在你的工作 尤其2020年 我們都還能坐在這裡 我們都是超人 因為我們要克服的事情太多了 是的 太棒 所以這個主題其實很有意義的 把這個W倒過來變成M 所以今天我們是在MHotel 舉辦這個計程 啊 Thank you 大家在傳媒看一看 他大概這兩個小時 就稍微倒過來一下 是真的沒有 好 剛剛要講的是說 房子姐不斷的行動 不斷的創新 也有很多的後備 依你為標竿 不管現在再紅的YouTuber 有沒有想過你30年 還能站在台上 這是多麼很艱難的一件事情 但是要朝這個目標賣進 當然更不要想那60幾年還在得獎 那個才是可怕 真的 我們要介紹今天的幾位 為你加油駐政的年輕朋友 好 每一個你都生得出來的 好 好 首先是大學生的梅的子弟冰棠 音樂創作人小兵 在哪裡 小兵 謝謝你 謝謝你 要給淘姐加油 要HO文 按讚打卡 快點 好 BBOX 好 接下來是號稱新店唐啟洋的 見習王美小吳團隊 團隊來了 歡迎你們 四個人就去團隊了 是 是 還有兩個可以都站前 給淘姐看一下 歡迎 他們現在很厲害了 真的好紅好紅 謝謝 拜託幫我們一把 對幫忙推一下票 發文一下 接下來還有女明星鬆弛器 娜娜大師 哈哈哈哈 他是女明星 娜娜鬆吧 他也鬆了 誰破了他誰都 欸 我跟他秒殺 謝謝娜娜大師 還有百萬男團 黃氏兄弟 唉咯 哇 凱凱跟那個 浩浩吧 我有點折折 他們兩個 滿可愛 對 他們兩個真的是現在 紅極一時 有一天我跟黃豪萍 被PO了一個問 說我們兩個是黃師兄弟 就我們兩個 還要向他們致敬就對了 謝謝 我們是尾黃師兄弟 接下來是 新生代脫口秀女演員 隆隆 最吵的那個女大聲 唉 好 好 這麼遠 聲音都這麼大聲 廣度閨蜜 Blade Chan 左撇子 歡迎你 她的影片很感人 謝謝 再來是新生代音樂人 Dana Dana有來嗎 欸 沒有啦 封殺封殺 這就是那些 沒有 這麼重要的事情 她穿不來 在寫歌啦 好在寫歌 請問你們老公 你們的孩子 我們都沒來 在上上課 然後 我老公 在種菜 在種菜 但是他欠我的生日禮 我要問我經理要什麼 我說我一個菜人 蛤 所以他就一包 一邊斑一邊 臭幹條 很瘦 我是瘦什麼 臭幹條這三個是 噢對不起 快講了 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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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你會在一堆壩裡面 以為YouTube 看到YouTube 就想什麼都能講 所以他真的幫你弄一個菜譜 這樣子 弄啊 對 有種花椰菜 蔥 蒜 然後什麼 薄具啊 這真的是最美的日常 是 那巨蛋他們會是會來 當助嘉賓 或是什麼驚喜 他現在打算當贊助商 你理人當贊助商 對他本來就覺得 這好像是一個好生意 然後他想要掃票 但是我說他手速可能不夠快 他想太多了 所以他們應該確定是會在台下看 欸 你上來玩一玩這樣 難得欸 我是怕團隊會嫌棄他的專業 因為畢竟是小區但是不要亂跑 他其他不是OK嗎 他彈得非常好 對啊 對啊 那就不讓他上來 我想一下好不好 除非大家想看 因為大家想看 接吻 接吻 那他就可以上來接個吻 就上去就好 哈哈 哈哈 這蠻隨便 你要讓他 我要請示 請示我們家的皇上 對 讓他展示在VCR裡面 彈其他的現場唱 對不對 我們那楊澄銘用過了 這個梗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進行一個隆重的儀式 一方面要慶祝陶日節 來邁向下個30年 那謝謝你過去30年的各種努力 謝謝 那當然我們不能自己來 要邀請長官一起來加入 歡迎主辦方 也就是KKLive的內容發展事業局總經理 Jerry總經理上台 Jerry 好 謝謝現場明明 謝謝KKLive大力支持陶子姐 今天很開心 陶子姐 站中間一點 不好意思 KKLive可以跟老師寫一起公彈 然後我昨天在家裡找尋CD的時候 我就找到你的CD的時候 裡面有一個話我覺得非常棒 我今天要念給你聽 好 這是96年的專輯 看裡面有寫了幾句話 1996 嗯 這是我的專輯 它說裡面寫說 這是唱片 這是音樂 我唱得很用心 很漂亮 這就夠了 唉唷 誰唱的 誰唱的 誰唱的嗎 裡面寫了我 這段是你寫的嗎 是我寫的嗎 他們都是我在寫的 不是 因為像Facebook上面有淘靜語錄 我都不確定哪些東西的寫的 哈哈哈哈 你講過太多金曲了 就是這樣跳出來我唱 我有講過嗎 應該有應該有 應該有 當時的一個決心 然後那時候是他有幫我簽名 這樣子 啊 就是我小時候的 你有來排隊喔 有啊 然後我從粉絲當到主幹黨 好立志喔 真的我要哭了 太立志了 謝謝 我假裝接受這一切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我當然是他的第二愛 不是最愛 那他第一愛是 他的青春你知道住了誰嗎 誰 請說你 你要第一愛辦演唱會 你的最愛是 我的最愛是 李李仁跟陶經理 你要來這一趟 他最愛就是我老公 真的嗎 對 他要幫他辦演唱 他說他愛是李李仁 你說他是不是瘋了 所以他親心裡只是為了你老公 對 為什麼啦 越講越歪掉了 真的假的 真的 沒有就是 喜歡男演員的 這樣很少 就是說把他當這樣 就很喜歡他們 給人家很溫溫的感覺 謝謝 好感動喔 謝謝你 但是這個真的很特別 謝謝 從一個排隊簽名的粉絲 變成主辦方的主辦人 所以我看到對粉絲好一點 真的 這是結論嗎 都不知道長大他會有什麼 真的 不要小看任何人 對 然後哪天就變主辦方 是 謝謝Jerry 超低職 那你現在應該不只這一張 你怎麼會只拿這一張 你粉絲呢 沒有 真的 真的 對 那你有收集李李仁的專輯嗎 有 超大聲的啊 我在PC後的雙十一給他簽過名 真的假的啊 我就隨便問了 因為他的專輯 在市面上連二手都快找不到 哈哈哈哈 非常難得 對 鼓動機 太厲害 好謝謝Jerry哥 來延避正傳 對 那請問我們要怎麼慶祝桃子姐的30歲 30周年這樣子 這次也很謝謝那個協辦單位 還有所有的贊助單位 真的 然後我們一起有準備一份禮物 一起想要慶祝桃子姐30周年 然後公蛋 成功 我們現在把禮物送上來 好 謝謝 謝謝Jerry哥的團隊 大家為桃子姐 盡心盡力 好可愛喔 送上三顆 這個金雞蛋 蘇羅紀公園的感覺 哈哈哈哈 只是應該說你是金雞 公蛋 那送三顆就公三次囉 Jerry哥 公三是OK 但是 在公三之前 我想先 送上三個最大的祝福 哦 對 每一個蛋都代表著 到這十周年的 一個輝煌的紀錄 了解 好 很棒的祝福 謝謝 幫你公三次 一次你的 兩次莉莉人的 哈哈哈哈 那你先從哪裡 就這裡先 這邊先好了 我用手啊 有槌子 謝謝Jerry哥 謝謝Jerry哥 謝謝 哇這三顆蛋 看起來是有點巧思的 我們來打開來看看 第一顆蛋 代表桃子姐的什麼經典輝煌呢 好 第一顆 3 2 1 哦 這裡是個數字 十 桃姐知道這個十代表什麼 呃 應該就是十張專輯對不對 就在您的後方 哦 天空不要為我掉眼淚 天啊 就是三十年前的昨天 真的 都沒有整形哦 大家看一下 哈哈哈 但是我換了化妝師 就差很多 哈哈哈 我的妝髮團隊非常優秀 可是那個時候的呆萌 真的很清晰 欸 你們看過嗎 多年輕的網紅 應該有 有看過嗎 還沒出生對不對 這個是桃姐最早的原點 然後你看電子情人來 梨泰院的造型 梨泰院啊 對不對 我們二十三年前都做過了 對 而且那個時候還RAT RAT OK 然後還有比較新的 謝謝陶晶瑩在哪裡 謝謝陶晶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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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成熟的 對 各種的風格 十張專輯 超級感動 對 你自己看這個畫面什麼感覺 啊 我都想起當時在那裡拍的一個感覺 這個是跑遍了台北台南 然後攝影師一直說 那麼醜 對 你說這張封面跑遍台北台南 剛不查這封面跑 真的攝影棚弄個KIP 我還去台南那個成功大學 拍了很多 然後還叫我一直轉去圈 然後攝影師就講了很大聲說 那麼醜怎麼拍 真的假的好過分 對對對 但那個時代真的是威權時代 其實大哥惹不起 沒錯 沒錯 他真的是大哥 恭喜你熬過來了 真的 然後貝皮群堂這張就是在那個 賣帥高架 喔 這樣的喬家 那時候還沒有開通 所以就是 女藝人自己拖著那個 吹了氣的那個沙發 然後拖到那邊去 然後趕快定下來拍一張 對 然後這一張是 為什麼捂著胸口 就是攝影師說 穿幫了啦 誰要看啦 天啊 你是一路被霸凌到今天 對對對對對 然後 青春那張的腿 湯Cruz還有讚美過 因為我有送我的專輯給他 喔 那時候他來台灣訪問了 對對對 他說不讀我 不讀我 後來沒有娶我啊 對 你想太多 想太多 對 然後就是各種各樣啦 真的 白面白面 對對對 你也很奇怪 他現在我們叫Momoko 你有一陣子叫Vibi Vibi 那時候 對對對 你至少換過三個外國名字對不對 不是 因為Mateoda沒有人會唸 Mateoda Mateoda 就是那個Leon那個 聽起來很像影音機還什麼的牌子 不是啊 來第二個 好 這個詞請大家記住了 這些好歌都會在小巨蛋有機會聽到 耶 謝謝 三 二 好 這個數字是什麼呢 我們看一下 七 七啊 你有印象是什麼嗎 七 嗯 男朋友 對啊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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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 在後面啦 喔 書 書書書書 哇 各種的 才七本嗎 啊 才七本 對耶 應該是喔 有給小朋友看的 對 有小說類的 是是是是 有這個滑雪的 對 還有很多女力的 更換小說 對 就是包子姐 好 她在思想上也影響了很多的新世代 我還有去上寫作版 啊 真的啊 最近在上 最近 對 這是要寫到寫劇本的意思嗎 想啊 因為我覺得其實好的故事 還是所有戲劇影劇的那個本 說得好 有很多導演 就陳希勳說都沒編劇了 好來 最後一個金彈 3 2 1 請打碎它 這個數字非常誇張 20耶 20 你覺得20是什麼 3個你的關鍵數字 喔 對對對 主持三金點點 對 不只20了吧 20嗎 不只嗎 我又記錯了 我怎麼記得4吧 那那個你到底在哪 沒有 拜登拜登救我 來我們統計應該沒有錯啦 就是12次金馬獎 6次金曲獎 2次金鐘獎 這個是台灣演藝圈 No.1的紀錄 3金 20次太可怕 專業物 跟焦焦一樣多 沒有沒有 你比較多 你比較多 這個是桃子節 各種百變的造型 跟各個典禮的 經典的輝煌回憶 對 各種被罵 各種被地死 沒有沒有沒有 最後留下都是好口碑 謝謝 你才會站在這裡的 謝謝 好各位 這就是桃子節30年 如果你曾經在這30年裡面 被他任何一個作品感動過的話 請你給他一個掌聲好 這實在是 根本會很不奇異的作品 你自己 看到這個數字 你的感想是 頭皮發麻 我覺得說 我怎麼能 一直到現在還在堅持一些事情 因為像 有很多人都說 走出舒適圈 我就很喜歡走出那個圈 然後很喜歡 給自己一些壓力 呃 包括上次 呃 才上禮拜完一條身體嘛 然後中醫就看到我 然後我就說 我要辦小巨蛋 他就說 喔 你的臉壓力就很大 呵呵 所以大家如果說這 呃 曾經被我的作品感動過的話 不只要鼓掌 拜託買票 謝謝 真的真的 請實際行動諮詢 拜託 那請問什麼時候開始賣票呢 11月27日如果你有玉山卡 還有花旗卡 就可以先買了 但是開賣是11月28 對 12月應該是說2 對 我們待會有最詳細的訊息 好 那演唱會的預期是 2021 227 小巨蛋見 拜拜 還沒拜拜 還沒空 還沒空 通常敲完 什麼倒完 什麼都結束了嘛 你們有幫我趕下一個嗎 沒有通常 有嗎 有嗎 有可以先走了 因為我們接下來還有45分鐘 先幫我們撐到 謝謝工作人員 所以要先處理一下 謝謝謝謝 對我們要開始有一個 起壽儀式 因為 很抱歉耽誤大家那麼多時間 因為畢竟真的等了三十天 真的很難得 真的很難得 謝謝大家 這不容易 所以我們一定要讓桃子姐 坐好坐滿 讓她開開心心 然後大家也能夠 有更多的感動 激發去支持這場演唱會 我們再送上一個槌子好嗎 還有一個槌子 哇塞 這個會不會有點太大了 有點太誇張 大槌子 大槌子 把三十年人等待的 口氣給她發洩出來 待會請桃子姐 站在這個定點 好 這次呢 要打的是大螢幕 打螢幕 好 然後呢 不要真打 就這樣 大螢幕打下去之後呢 我們就要正式宣布 演唱會啟動 而且要起壽了 好 幫她拿一下麥 來 準備 倒數三秒鐘 各位朋友 再次提醒你 1990到現在 三十年人等待 從歌唱出發 走紅魚 主持劍 但是依然是個卡把子 此刻她是斜槓天后 百變 巨星 也是一個萬能媽媽 三秒鐘之後 我們要正式宣告 演唱和啟動 因為三十年太久了 倒數三十秒 三十 二九 好不好 太久了 三 二 一 大同慶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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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支小禮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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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開賣 好 她們的小禮祖 自學和教授 好 就像剛剛 她們的小禮祖 提到的 花旗PC Home Prime 聯名卡 橫運山 開錢包信用卡 還有 在十一月二十七號的中午十二點 享受指定票價 限量優先購票資格 早一天喔 早一天 十一月二十八 KPNX全家 所有人可以來強調 剛好我在拍子 主黑白照的時候 就是 我希望 希望呈現的是一個 不管有多少標籤 或是多少的 詆毀 或是 任何的DIS 到我們的身上 到我們的臉上 你看那個人被破棄 破葬水 但她還是 能夠用她自己的能量 然後繼續的潛行 了解 然後 所以 這邊有 你看小巨蛋 我這邊看到一個 你在翻頁有幾個 這是什麼 安世愛美慧 喔 我自己都不知道欸 那個是很多人的回憶 當年那個 太可愛的短訓 會 不能講 怎麼 為什麼不能看 當年你跟謝淑武 沒有謝淑武 不要再愛謝淑武 好啦 還有呢 還有 這個什麼 這個門票球獸 好可愛喔 還有塗鴉 對 好一樣的一個視覺喔 非常棒的設計 對 對 這個視覺如果你喜歡的話 欸各位網紅 拜託了 下一部你們要做什麼 知道嗎 請你們也拍一張一樣的濾鏡 很好玩 我們來示範一下好不好 好 焦哥來示範一下好不好 好好 我們有這個濾鏡 你可以自己玩 啊 你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他會有四個 已經連上來了嗎 可以可以可以 好 直接按隨便 好 站在旁邊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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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會跳第二個 好高喔 來 你是普洪會的歌名對不對 對對對 啊 我的歌彩花 喔 很愛愛切 唱啊 公元1999年 我拉著自己去海邊 世紀我若要找一條浪漫 是嫌也嫌 耶 這不是開玩笑的啊 沒有彩排嗎 你不要在討他了 你不要在討他 可以用了嗎 可以用了 好 我以為這只玩一次 好 準備 按著不要放嗎 按著不要放 好 手機會裂掉嗎 好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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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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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比較可愛 還是謝謝啦 還是要禮貌 好可愛 會打不住 對 還是看啊 很會玩耶 看到菜脯哥 大家 大家可以自己玩一玩 對 好可愛 好可愛